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美国将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 是公然插手别国内政 是其霸权主义的体现 他们表示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社会的秩序明显改善 大家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他们没权来管我们香港的事务 美国现在用这些制裁的手段来制裁香港了 对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害 我们香港其实不怕 因为我们香港自己本身的发展也不靠美国 我们后面还有我们祖国的支持 所以我们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这些有了国安法以后 就是香港开始恢复这个瓶颈 我们香港士们很高兴看到 国安公局在香港成立了 因为我们知道了有了这个定海行经 我们香港未来的发展 就可以更稳 更定 国安法对我们香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看见了 过去一年非法的暴力的情况 对香港整体的影响很大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外国的干预 所以国家安全法对我们香港来说是一个保护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香港能够回归稳定这样 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 我们是强烈谴责 并且是坚决的反对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内政 美国的这种行为很明显就是霸权主义 就是到处去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 我们香港市民是不欢迎他们这种干涉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法 真正就是要处理这些外国势力 勾结香港本地的一些势力 我们对国安法在香港有效的执行 充满了信心 其实国安法是打击绝少部分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的一个行为 而保障的是我们绝大部分市民根本的利益 我相信我们在国安法的保护之下 一国两制能行稳致远 我们香港市民得到最好的保障 我期待香港社会能回复到安定繁荣 我认为这个法案是粗暴无理的 每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那我认为中央在香港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领土上 维护国家安全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那我作为香港人 我是坚决支持国安法 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 美国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美国的所谓制裁呢 我认为是她是害人害己 我认为她是害人害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